HELLO 大家好 今日做茶餐店上面的肉絲炒麵和羅漢齋炒麵 兩個做法都很簡單 我這裡先做個雞湯 做法可以參考南瓜大昆麵的食物 现在先准备材料 肉丝炒面的材料主要就是 肉丝、萝卜丝、芽菜、韭黄和香菇 而罗汉斋可以用蘑菇、木耳、萝卜丝等材料 肉丝我会用豉油、白胡椒、豆和生粉去腌制 另外会加多2汤匙的水 肉丝炒面的材料就到了 这个就是罗汉斋的 按自己的喜好去加 茶餐厅的炒面 通常都是用全版面的 热水滴开面 面一散了拿出来 养干它就可以了 第一个先做肉丝炒面 下油中大火 下面 转一转 让面饼圆一点 大概2分钟之后 就可以将面饼反转 然后就沾到这一边 面饼煎完之后 记得拿把剪刀剪一剪 现在将热制好的肉丝放入开水 煮到它8成熟左右就可以拿出来备用 然后将萝卜丝 九黄蜜菜炒香 落点盐调味 之后拿出来备用 现在开始做芡汁 先加入鸡汤 然后倒入鸡汤 再加一些肉丝和盐菜 然后倒入三分水 鸡汁 鸡汁通常是浅色一点 所以我会用盐和白胡椒调味 另外再加上鸡蛋 就成为了鸡蛋 鸡蛋鸡炒面 鸡蛋鸡炒面 完成 接下来到鸡汉齿炒面 鸡汉齿炒面 鸡汉齿炒面 我用豆腐肝和蘑菇去做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用胡椒和其他材料都无所谓 鸡汉齿炒面 的颜色就会深色一点 所以这里我会用蠔油和豉油 去调味 所有食材炒香了之后 就加入高汤 最后就加入生粉水 去勾盐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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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是不是非常简单 这些炒面是源自上海双燕王 去改的 所以看上去和双燕王 基本上是没什么分别 我喜欢吃这些干豆腐 豆腐干的 这些豆腐超棒 你又想吃吗 这些豆腐超棒 你为什么你真的很棒 吃这些 不解释了 我呢 我呢 不要卷面了 夹夹夹夹夹夹 不解释了 共款 恶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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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 闪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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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